大家好,欢迎又来到这个《不倒雍》频道 今天是2023年8月25日第973集 我们今天的题材是 新世界郑氏家族有麻烦? 在我们这一集未开始之前 都在这里呼吁一下 各位如果可以的话 希望你给个like 可以分享我这条片给其他朋友 以及订阅我这个频道 那就最好了 我们讲回今天的恒生指数 今天已经去到第四个星期的最后的交易 今天不错了,要跌 要跌大概是255点 现在恒生指数又跌穿了18000点 现在是报17956点 成交金额今天就少得可怜 只剩813亿 这个势态似乎就不太努力了 这是一个情况 而且整个星期就勉强地升了5点 所以下个星期回来 还有四个交易日 如果这四个交易日日都可以升的话 那就有机会可以力挽狂难 就令到8月份是由升回上去 也不出奇的 不过这个机会似乎可能就微了一些 我们看回RSI 现在保持在大概37左右 那就要再等一等 如果要等一个好机会下手 又要等它跌穿了30 才好动手 那就最好了 今天有一段新闻都挺个人的 它说 两地正式通关之后 今天不时都有一些港人 就是北上去深圳吃喝玩乐玩的 有内地的网红拍片 就指香港人都快要占领了这个叫深圳 他说在过去那14天里面 日景的人数 即是说香港去深圳那边的人数 就高达180万人次 反而由内地的人 下来我们香港只有54万次 所以足足少了126万人次 这个距离就知道 其实我们香港可以吸引到内地游客 但下来就已经少了很多 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 他也说了 怎样为之叫香港人上去北上 他说香港人很容易看 四个特征就可以看到 这四个特征包括了 喜欢用现金 带有洗手液 必定在讲话的时候 都会夹着英文 还有偷偷摸摸 学别人怎么用手机去点单 可以点菜 这些就是典型香港人上去北上 上消费的模式 另外人民币也在跌 大家看到这张图 不用怕 这张图是几年前的 不是现在 不过很有机会 将来真的会变成这样的情况 也不出奇 因为人民币不断贬值 所以才能吸引到香港人上去 同样道理就是因为日本日圆够便宜 所以香港人就不断去日本那里玩 同一个道理 所以如果人民币继续贬值的话 我们香港的消费模式 只会不断流走过深圳那边 所以我们的才爷 波叔想把香港的消费推高 似乎难上加难了 我们香港现在的情况就是死下死下 不过你放心 香港的家底就比较厚一点 一时半刻都不会乱乱 只不过长期下去的话 似乎想救也是很难去救的 只能够由得他 是这样就是这样的了 我们看回上一集 第972集 就是说东亚银行的理事家族派发成绩表 上半场就派得挺好 上半年那个股息又增加了一倍多 所以令到喜出望外 他现在的股价还可以升 今天虽然大市跌了 但他还可以升接近1.5% 现在在报每一股11.1 不算特别好 跟以前比较差很远 但是也不能跟以前比较 但是我有个计算的方法 譬如在这个股息方面 上半年就已经增加到36仙 这个已经定局了 不过下半年又怎么样 下半年如果业绩可以保持这么强势的话 理论上又会再加多一点股息 我预计如果他可以加到大概4日一股的话 全年的派息就大概是76仙 76仙和现在的股价比较的话 回报率大概是6.85% 又不算特别好 但是也不算特别差 不过总有一些可能是起出妄外的事情发生 你不让他下半年再做得好些 可能下半年派的总股息可能不是4日 可能更加多 甚至如果股价大小不好 如果股价再跌下去的话 那回报率又可以再扯高一点 那这些呢 大家自己去想一想了 因为这一家的八年老字号 如果不搞那么多事 在香港的话呢 暂时啊暂时啊 都还有饭吃的 都不说太差的 将来就不敢说了 因为现在我们香港呢 都是慢慢好像在活乐当中的 我们见回李嘉诚这张图呢 很开心啊 因为呢太久没有他的消息了 那李嘉诚基金会呢 那最近呢就说捐了一亿人民币呢 就去支持这个潮州市的人民医院啦 就建设一些大楼啦 那所以呢这张图呢 其实今年三月呢 是出版的 那所以呢 到现在呢 都隔了了大半年了喔 那不过呢 看到李嘉诚呢 他的样子还在啦 还笑笑口啦 精神逆逆啦 那就知道呢他没事的 那不知他呢 你都知道他这盘生意 已经交了给他大仔的啦 他自己有没有做些什么呢 那最近呢 最热的topic在美国那边呢 就是这一间公司啦 这个呢就叫做 英伟达 这个NVIDIA啦 那有些人呢就估计呢 他那个股价可以继续上升的 不过不知李嘉诚呢 有没有买他 不过大家呢 可以注意一下这一间公司 因为这一间公司 在这个AI的晶片上面呢 已经是天下无敌 即是说呢 没有任何对手的啦 所以呢 那些人说他的股价可以继续上升 但是他现在的股价呢 已经是贵到离了 不过 有些人再继续看好他 因为呢 他最近公布的业绩呢 是非常之英俊的 那到底应不应该投资在他身上呢 我也是那句咯 着梁而行啦 如果你有实力的 有些钱在手的 那不妨可以博一博 如果没有的话呢 最好都不要搞 因为这些公司呢 大上大落呢 我们见得多的了 一切小心为上 最近呢 最热门的话题呢 都是这个 叫金砖五国啦 那他们呢 有新成员加入喔 那听说呢 这个金砖五国呢 就宣布呢 最后呢 就有六个新成员会加入 那这六个国家呢 包括了这个阿根廷啦 埃及啦 埃塞俄比亚啦 伊朗啦 沙地阿拉伯 和阿联游这六个国家的 那加上之后 会变成什么呢 那其实大家要知道呢 这个金砖五国呢 只不过是别人说出来的 他们的组织性 和他们的功用 是做些什么呢 我都不是很清楚 你说说做贸易 那当然他们 都是在做贸易的啦 那但是多语寡 和那个紧密程度 是不是很高呢 又不觉得是喔 比如像巴西那样 在南美洲的 那这个俄罗斯 是欧洲和亚洲之间 那印度在印度啦 那中国就在亚洲啦 那南非就在非洲 那其实他们呢 那个连结性 又不是说 你说在一起的话 就说有一个更 什么叫更 更紧密的 贸易关系 那但是他们 四分五裂的喔 不过不要紧 他说呢 这五个新兴国家 加在一起呢 那个佔的全地球的人口呢 就百分之四十以上 是的 那么GDP呢 也都佔全球的三成以上 那都相当之大的 但是呢 这四 这五个国家 是不是真的很团结呢 那大家有眼看的 譬如好像俄罗斯 那样 已经是肺肺地武功的啦 那巴西呢 就比较飘忽一点的 但是呢 他经济呢 一直都不是说那么好的 那时不时呢 都会有些债务的危机出现的 好了 那南非呢 就很少听到的新闻啦 不知道情况如何啦 但是我相信 都不会好得去哪 那中国呢 现在我们自己有眼看的 就是这个疫情之后呢 都是有很多问题 尤其是内房问题 内银问题 债务问题 都是纯扰着中国的 那现在最最烈的那颗新星呢 就是印度之星啦 那就是印度之星啦 那就是印度之星呢 但是他现在的GDP呢 跟中国比还差很远 尤其是人均收入方面 那他呢 就要依赖这个美国啊 欧洲那些发达的国家去帮忙啊 那才可以托起他的 现在呢 但是呢 苹果都给了很多单他做的 但是他还有排队的嘛 那所以呢 加上呢 就好像呢 很大堆头那样 但是你要记住哦 如果印度一退出的话呢 这个金钻五角呢 就已经不像样的 走光了 再加上呢 这些新的六个国家下去的话呢 虽然人口来看 可以增加很多 但是这六个国家 似乎都是一般的 那这里呢 下面有些资料啦 就讲及这个阿根廷啊 埃及啊 埃塞俄比亚 伊朗啊 沙地阿拉伯啊 和这个阿联邮啊 他们的那个 GDP的情况啦 和人口的状况啦 那你都知道啦 这六个呢 其实呢 阿根廷呢 恨不得入这些这样的组织啦 为什么呢 因为入这些会 他们又可以拿着数嘛 那有时的话 他说喂 我是member来的哦 那你帮一帮我行不行啊 那难道不帮他吗 那如果帮他 那就是累了其他国家 那埃塞俄比亚 大家知道在非洲那边的啦 那他们的经济有多好 大家都可以想象啦 那伊朗都是被人制裁的嘛 那所以加加曼曼在这里呢 我认为呢 都是影响不大的 只不过 现在看下去就 哎呀 我们的影响力呢 又再加大了啦 这个金珠五个 那大家小心点啦 也都看一下 他将来有些什么 可以看到出来啦 但是我就不觉得 这个组织呢 可以有任何的代表性在这里的 只不过呢 他们说 加多成员下去 就会大堆头些 很可能在表面上看出来 就是这样啦 今天的封面呢 其实有一部分呢 已经用了两三次的啦 那我打算今天不用用啦 谁不知呢 又有一个家族呢 出现了一些问题喔 市面上是这样存啊 那不知道堅定留纳 这个呢 就是新世界发展啦 編号17号 那他现在的股价呢 就跌了呢 今天呢就跌了是5.7%啦 只有16.3毫 那这一间公司呢 我一直都说他不好的啦 那他为什么会这样呢 那看到这一幅图呢 就说在这个社交平台上面呢 有人呢 就是催水喔 那说他呢 就要用些资产去抵押呢 去借钱啦 那所以呢 那些人就 哇 这家新世界发展 是四大家族之一来的喔 那我经常都这么多问题的吗 那这里呢 是这样讲的 新世界的部分的美元计价啦 这个叫永族的债券呢 这个叫永族的债券呢 那个价格呢 就跌至历史的新低位 那为什么会这样跌呢 没有人知道 不过呢 外电报道呢 就说有关的交易员呢 就关注到这个 新世界发展的债务问题 和这个资产的抵押的传言 这样讲 那根据彭博所说呢 新世界有一只永族债券呢 就是6.15厘的 那今天呢 都是跌得比较重要一点啦 另外还有一只呢 是4.125厘的永族债券呢 也是跌到下去低位来的 那这个呢 就值得人关注 如果无端端 那为什么会跌呢 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呢 不知道啊 那法巴也是这样讲的 他说 新世界发展呢 旗下有多不呢 8月至到 今年年底来说的话呢 累积了呢 已经是跌了是10-20%的了 那跌得这么紧要 可能有些人喜欢捞底啦 可能 大家都觉得 新世界是不会为债的 不过呢 如果呢 如果它的债券的格格是便宜些的话呢 那呢 就可以呢 更加赚得多的回报率 那真的有这样的可能性存在的 不过呢 这个市场和这个社交的平台呢 流传了说 某一个地产集团呢 他们想着呢 就将香港的三项的物业呢 价值是200亿元了呢 就拿去呢 就是抵押融资 就是要借钱啦 那我听说融资的成本呢 一点都不便宜 很多人害怕 是11-12% 那不过呢 那你说 那香港也有很多的地产集团呢 那怎么知道是他呢 就是因为这三个集团呢 这三个项目呢 那个照片呢 应该流传了出来 那些人一看就 咦 那这三张照片 不是新世界的呢 所以那些人就觉得 哦 可能新世界要借钱啦 可能会好不行啦 不过呢 市场上也都知道 新世界的负债呢 是比其他的同业也是高的 所以呢 它呢 是属于高危的一族来的 好了 我们看看这个新世界啦 其实呢 有什么可以说呢 它的市盈率32倍就不要说了 高度债泡啦 和其他的同行比较 但是它的收益率呢 也是超高的 有整12.6% 转头我先告诉你 是什么原因 是这样 至于最经典呢 就应该在说它的资产了 它每股资产净值呢 是超过84元的 那你当它是85元啦 其实跟现在的股价比较呢 是完全是脱折的 可以这么说啦 现在它的市值是400多亿啦 因为它的 它那个每股资产净值呢 是多现在的市价呢 起码超过五倍 所以呢 这个新世界集团呢 或者新世界发展呢 整间公司的市值呢 起码应该超过2000亿的 但是现在的市值 都是得过410亿 所以你说啦 这样的公司 还可以摆在那裡 啊 为什么会这样存在呢 为什么会差距这么大呢 总是有些原因的 慢慢看下去 大家都知道的了 我想给大家看一看这一幅图 那这幅图呢 就是新世界发展呢 过去那六年呢 它不断派发的股息啦 那你说咦 看下去挺好啊 那我们2020年就开始有疫情嘛 那它的派息呢 就不断地提高啊 而且高得很离谱啊 相当之不错啊 没错啦 如果就这样看下去呢 是真的不错的 不过呢 如果你看到另一边的话呢 你就会觉得奇怪了 那另一张图呢 就是说最近这五年呢 这个新世界发展所赚的盈利啊 那你见到呢 2020年开始呢 根本的盈利呢 就少得可怜的 譬如只有那11亿都不够啦 直到呢 2020年 即是去年来说 都是赚得那12亿5000万而已 那你说了 这样的状态 怎么能够派这么高的息呢 其实呢 是可以的 因为呢 它的派息比率呢 由2020年开始呢 那派息比率呢 是高达呢 是4倍至5倍以上的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你见到呢 有机会呢 是借钱回来 给股息的 那所以呢 就可以顶得住 但是呢 你见到它派息呢 就派得很好 那当然 鄭氏家族呢 可以cap多些啦 但是它的股价呢 是不断地跌的 不过这样跌的话 对大股东影响大不大呢 是那个账面值呢 是少了一些 但是对它影响不大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间公司都是由它控制的嘛 那所以所有资产都是在它手上的嘛 所以呢 它们的价钱呢 跌得紧要 就是股价跌得紧要 是影响它的资产而已 只不过呢 但是实际上的影响呢 就不大的 不过呢 我想给大家看看 如果你拿着新世界的股票呢 你是死得几惨的 大家看看这幅图 其实它最高价钱的时候呢 就要数回去2007年2008年的时候 当时呢 新世界集团每一股呢 是值超过100元的 有一段时间很短时间 跟着下去呢 就大上大落了 但是呢 跟现在呢 只有16元来比较的话呢 就差得太远了 还有一样东西 我想给大家知道的 就是在这个2020年呢 其实它是每四股呢 合变成一股大股的 OK 所以呢 如果你计算的话呢 现在来看的话呢 其实呢 每股是吃4元的 当年你是用100元 2007年的时候 你是用100元 超过100元去买它 现在呢 其实呢 算回来呢 都是只有4个多元钱的 所以呢 你在这一段时间 如果你由头拿到落尾的话呢 你的身家 我可以告诉你 是缩了呢 起码95%以上的 那你说了 这一间公司 可不可以拿得过呢 我一早已经和大家提示过的了 真世界值不值钱呢 可以在这个资产负债表里面呢 就可以显示出来的 那我们当然是说回这个2022年 就是去年的问题了 你可以大家看到呢 他那个固定资产呢 有成4427亿元的 那么流动资产呢 都是1931亿元 所以呢 他的总资产呢 就是整间公司 超过6358亿元 那算是厉害了 不过呢 他都有负债的嘛 他有一些的长期负债 1749亿元 那么短期负债呢 都不少呢 都有1728亿元 所以呢 整间公司的负债加上呢 就有3477亿元 所以扣除了之后呢 股东应佔的日利呢 或者应佔的部分呢 就大概有2133亿元 那么现在的新世界呢 整间公司呢 只值410亿元 但是呢 股东值的资产呢 就超过2133亿元 那你说呢 是不是形成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呢 不过这件事呢 都是大股东有着数的而已 对我们这些小股东的话呢 是完全没有着数的 因为那些资产都不在我们手上的嘛 但是呢 我想大家呢 看多一点点东西 就是呢 债务呢 就没得骗的 你是欠人这么多钱 就是欠人这么多钱的了 他有两条债务 一个呢 就是短期债务 一个呢 就是其他的流动的负债啦 你看到在这么多年来呢 都是不断地上升的 尤其这个短期的债务呢 就由以前啦 2018年的大概206亿呢 就升到现在的515亿 那就不断地增加 另外一个呢 就是叫做其他流动负债啦 也都由2018年的520亿呢 就升到现在呢 去到997亿元 那这样的债务不断地上升的话呢 在一个不健康的情况之下呢 是很大麻烦的 咦 那他的银行啊 现金也不少的 有成六百多亿 好像这这么多年来 都没什么变过 就是没变到咯 那他现金又没缩少到 但是他债务上升了 就是去支持 有机会啊 就是去支持他 他派发特别高的股息呢 是给一些股东 就是包括自己的郑氏家族里面 另一方面呢 要大家提醒大家的 就是这个存货 就是他的楼宇 起好之后 想着卖出去的 都值成八百多亿的 不过你知道啊 最近啊 李嘉诚他都搞搞震 把这些楼价就压下来 所以这一批的存货呢 很可能呢 有机会呢 会砸死在那里 就是说呢 你不减价呢 就卖不出 还有 有机会呢 这些存货呢 都会贬值的 贬值对这间公司来说呢 是不是一件好事 因为呢 这些资产可以贬值 但是债务没得贬值嘛 债务那么多 那么多嘛 兼且你还息给别人啊 所以呢 如果那个息口再继续向上升的话呢 对新世界的财政压力呢 也都只会越来越大 所以市场上不断吹这些风呢 我都相信呢 可能有少少关系的 不过大家都是那句啦 你不触碰它 你华智它 好像这个碧桂园那样 倒就有得它倒了 或者好像恒大那样 所以呢 我想想一下呢 这间公司和恒大 和碧桂园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尤其和这个恒大呢 可能会密切一些 不过不知道的 希望呢 没有啦 至于呢 这间公司有什么的 特别的资产 大家可以看看呢 在中环呢 就有两栋大厦 都是旧式的啦 不过呢 都值钱的 因为始终都是中环的嘛 那么在这个尖沙咀呢 也都有两个啦 都很大 其中一个呢 在海皮那边的 很大的 K11啦 那么另外呢 最经典的呢 都应该是 算回是这个 湾仔的会展啦 那么这些呢 就是它主要的 物业啦 那么它还有很多其他的 林林种种的物业呢 是散布在全香港 港狗不同地方的 但是那些呢 都是比较辣辣辣辣的 那么所以这间公司呢 就是这样啦 你说它大堆头呢 它很大堆头的 就是它什么生意都有 什么资产都有 但是这间公司呢 偏偏呢 就是做来做去 越做就越做得不好 因为我记得当初呢 它四股合成一股的时候呢 都是三十几四十元的 那么你看 现在跌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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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剩下十六个多 喂大哥 一间公司搞到这样 这个家族 喂 他们的管理层 真是很有问题啊 喂 怎么都为股东着想 是不是应该要把股价推上去啊 我想他们没有啦 相信他们可能是向下炒 那么向下炒呢 现在最后只是一个结局的 因为他知道这间公司资产那么好啊 所以向下炒 炒到呢 不值钱 由四百亿再跌到二百亿 然后他扔出来 哎呀我三百亿 和你私有化了他 哇 所有的资产呢 都是进入他们的手上了 有机会是这样的 我都是估下的 好 这一集就讲到这里为止啦 多谢大家花时间看这条片啦 感激感激